I'll be waiting for you 其實如果說我們用最清楚的音我們可以說 I'll be waiting for you 我自己沒有這個習慣就把這種音唸得這麼清楚 waiting 這樣子我們母語的人都會唸waiting 所以我們下面的音標都會 我們現在要介紹一下 我們用口語的音是怎麼唸 I'll be waiting for you I'll be waiting for you 所以下面我們的音標都是口語的音標 我們來看一下 I I 所以這個小J就是代表 我這個母音會往一個 I的音 這樣子I 拉長,這個兩點是拉長 不是I,它是I 然後我們這個小J可以連音過去 I'll 所以這個L它不是了,它是了 它是一個後面的 後面的一個L 在我們的喉嚨裡面 I'll 這個也可以拉長 I'll Be OK,所以E 我們都會加這個小J 因為有時候連音的時候它就會唸出來 所以I'll I'll Be Way 那 Wait 這個字 其實它本身沒有長音 所以我們這裡不會有這個兩點 所以它是 Wait Wait 後面有一個段音的話 念 Wait 這裡我沒有段音 我是改成一個閃音 OK,所以 T這邊會變成閃音 但是這個沒有尾巴的R 它就是這個T OK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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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面就ing ing 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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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be waiting For You 所以我們這裡的for 我們都不會唸O 我們要改成口語的音是 For OK,那我們可以失去它的長音 所以變成Fur 那它的F在這邊 因為它變得 它是一個很弱的地方 我們有這兩痕代表 它沒有氣音 所以你可以聽得出來 Fur and F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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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得不一樣 Fur Fur OK, so waiting for Waiting for 它也沒有中音 Waiting for 那我的R都寫在上面 可是每一個音數都分得很清楚 OK 那後面就是 You I'll be wait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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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所以這個有一個中音在這邊 還有一個中音在後面 You I'll 是往上 Be waiting for you For you I'll be waiting for you I'll be waiting for you 就是三個中音的地方 I'll be waiting for you I'll be waiting for you I'll be waiting for you OK 我再一次 I'll be waiting for you I'll be waiting for you 準備好了